為大家介紹一個好意頭人生日最好用的 這個素材叫做瘦比南山 是要用南瓜做的 其實是用豆豉去蒸熟 全名叫做時執瓜件瘦比南山 材料很簡單 可以用南瓜 或者有些小小的 整個外皮是青色的 深綠色的那些 這些小瓜 我們叫做媽咪瓜 叫做Squash 但有隻也是叫Squash 叫做Buttercup squash 這隻咬下去更好吃 總之你要是南瓜 或是媽咪瓜 或是這個Buttercup squash 我們要兩磅 如果是媽咪瓜 大約一個就是兩磅了 南瓜就要切一份 兩磅重的一份 汁料 因為是士汁 即是要用豆豉 是豆豉一個湯匙 這個湯匙等於兩個茶匙 而生抽是要兩個湯匙 糖是三分一個茶匙 高湯粉是一種調味 沒有鹹味的調味 素菜的調味品 就是兩個茶匙 生油 就是三個湯匙 講一下做法 首先如果你是南瓜 它已經開了 那你就要小心點洗 就不可以用鹹水 去洗去那些農藥 但如果整個是Buttercup squash 或者是媽咪瓜 你可以用鹹 我們食用鹹水 倒進水裡 開ke開開 把它浸洗十幾二分鐘 把它洗去沖浪藥 如果是南瓜 我們要斩 去南瓜斩 不抬皮 如果整個Butter squash 我們都不抬皮 洗淨之後 去南瓜斩 骨牌的大大件件 然後用平底的不鏽鋼或易潔鑊 把這些瓜件一件件皮向下 排平在鑊上 排平了瓜件之後 把汁料拌勻 用碗裝著 到時要洗乾淨 浸一浸去表皮的髒 然後減少鹹味 晾乾豆豉 用碗裝著 然後把其他生抽、生油糖 和沒有鹹味的調味品拌勻 然後均勻用羹筋在瓜件上 然後就可以煮 我們在加拿大是用電爐 所以我用到一個很低溫的 只是4度的電爐 我們就把電爐開開 開到4度 我們叫做中慢火 我們大約把它蓋上蓋上 煮10分鐘 煮完10分鐘之後 關火 不要揭蓋 焗15分鐘 這樣就做好了 是不是很簡單 做好了 裏面的瓜 就已經軟了 而是有入味 把瓜件一件一件一件 夾在碟裡 把餡片平均淋上去 就可以吃了 很簡單 如果有些朋友 我喜歡吃辣的 怎樣 用小小的紫天椒仔 切紅椒絲 和那些醬汁拌均勻後 灑在表面上 一起煮10分鐘 辣味就會入到瓜件 小心 如果用紅椒天椒 是很辣的 用小小就好了 這個做法很簡單 但是你說 有些瓜皮在那裡 當你吃的時候 你咬了那些肉之後 瓜皮就套出來 是不吃的 這是很簡單的做法 如果用buttercup squash 口感最好 但是如果用南瓜 就會比較軟 那你的時間 就可以縮短一點來做